我昨天收到出版社寄给我的样本书 不知道大家买到没有? 有朋友说已经买到 他在三联书店买到 不知道其他朋友买到没有? 应该在各大书店也有得买 如果大家买到的话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在哪里买到哪间书局 让其他人都可以买到 多谢大家支持 今天我们讲一些有趣的东西 生吞一只蜗牛或者鼻涕虫 有什么后果呢? 有些人会说 谁这么傻 生吃蜗牛或者鼻涕虫 你都别说 原来西亚各地都有这些事情发生 最常见就是那些年轻人 你比较 看谁够勇 你够不够胆吃了鼻涕虫 什么不够胆 有些年轻人会吃下肚 就算不算这些 有些时候去新界种菜 玩那些假日农庄 我有一两年都去錦田那里玩过 声称有机 有机的话 有时候摘一些菜出来 都经常会见到各样的生物 例如那些生菜 那时候很流行种 那些罗马生菜 用来做沙律 那些 上高有鼻涕虫 蜗牛 都很常见 但未必很大只 小小只 其实经常都有 所以有些人如果说 吃沙律 没有洗干净的 那些生菜 就这样吃 也有机会意外地 吞了那些 蜗牛 就是老鼠的肺 就是老鼠的肺 里面的虫 那鼠肺虫 是一种寄生虫 那它主要 顾名思义 就是住在老鼠的肺 那里 最喜欢老鼠的肺 里面的血管 那鼠肺虫和蜗牛 又有什么关系 那鼠肺虫 就是说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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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住在老鼠肺 的血管里面 但是这些寄生虫 很多时候有幼虫 幼虫阶段 主要是在蜗牛 鼻涕虫里面 它在蜗牛 在鼻涕虫体内 就是经过了不同的幼虫阶段 当老鼠 吃了这些 蜗牛 或者鼻涕虫 下肚子 那些幼虫 就会在老鼠身体 就走到肺部 就变成成虫 那成虫和幼虫 有什么分别呢 成虫主要就是 有生殖能力 成虫就会交配 交配 就可以生下一代出来 那下一代 那些幼虫 那些蛋 就会在老鼠 那些蜗牛 那些鼻涕虫 那些蜗牛 或者鼻涕虫 看到的时候 可能会吃了老鼠的分别 幼虫 就在蜗牛 就在蜗牛 就如此类推 一个周期 这样形成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 其实人 基本上就无关事 人 在鼠肺虫的生命周期 基本上 没有什么角色 不过 如果人有意 或者无意之间 吃了生的蜗牛 或者鼻涕虫 那就可能有问题了 这些蜗牛 鼻涕虫 看来如果真的有鼠肺虫的幼虫 在这里 吃了下肚 那这些幼虫 一样可以在人体里面 生存一段时间 但是始终 人 就不是鼠肺虫的主要 那个记者 所以 它就不能够正常的生长 在人体里面 就只能够是 处于一个不同阶段的 幼虫状态 它永远就不能够变成成虫 不过它也有一个倾向 会走走走走走走到我们的脑 可以引起脑膜炎 但是引起那种脑膜炎 就跟那些侵入性的细菌 病毒那些有些不同 细菌病毒 直接入侵脑 脑膜 那些细胞组织 但是这些寄生虫 它的记者不适合 它去到中枢神经系统 基本上都会死的 但是如果大量幼虫在脑上死的话 它就会引起一种特别的脑膜炎 主要是一大堆寄生虫的尸体 集在我们的中枢神经里面 我们身体的面移系统 发觉有些不妥 有东西在里面 它就来攻击它 会吸引很多白血球过励 过程里面引起发炎反应 就会引起一种脑膜炎 但是这种脑膜炎 就比细菌感染的脑膜炎 相对温和一点 应该说如果真的鼠肺虫入了身体里面 大部分人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因为记者不适合 所以这些虫一般就不能够 产生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因为它入到里面 入错了记者 它都会死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没有什么病征 如果有病征引起脑膜炎的话 那种脑膜炎相对就轻微一点 但是脑膜炎都会有脑膜炎的病征 其实各种脑膜炎细菌病毒 或者寄生虫都好 那些病征都差不多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通常就是有些发烧 有些严重的头痛 有些时候就会怕肝 就是看到肝 看到肝 或者刮灯 刮窗 那种感觉 亦都有个象征很典型的 脑膜炎 就经常最卡式的病征 就是脑膜炎 就是脑膜炎 脑膜炎硬了 就是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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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机会有这样的病征 因为记者不对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 过了一段时间就慢慢痊愈 有部分人不幸 那些蟲引起的发炎太厉害 破坏了脑膜炎 有些人会听觉受损 也有小部分人不幸 四肢瘫痪 甚至死亡都有 不过就不是很常见 所以大家做沙律的时候 的菜都记住洗干净 看清楚 吃就最稳定了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记住留言、点赞、订阅 还有大家也可以去各大书店 买我的新书 请大家多多支持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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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